市长陈其迈副议会进行第四届第一次定期大会高雄市长施政报告 陈其迈首先针对水情说明 透过节流配水、开发水源、双管齐下以稳定水情 在科技高雄方面力拼产业转型、完整产业聚落 现阶段最新的水情 我跟各位议员先进报告 我们大概现在供水量只要预估到4月底 因为川流量有增加,原来是42 那因为下雨之后大概以今天高平溪南河宴的流量大概是6.6Cms 澄清湖的蓄水量是243万吨 所以以这样来做估算的话 高平溪南河宴的地面水大概在4月底可以增加到50万吨 那补流水加地下深水井可以增加到40万吨 那其他的我就不一一多说 这些相关的这些数值大概都会有增加 所以本市可供的自来水供应量可以达到166万吨 那我们预估到5月底 假如以现阶今天的一个估算来看 那我们到5月底大概我们的供水量 也可以达到161万吨 一据高雄方面 陈其迈足以说明高雄工资成长率6都第一 高雄失业率6都最低 稳健财政零举债 此外社会住宅目标1.5万户 自109年上任后增加12399户 在财政的部分 在110年跟111年连续零举债 那上任之后也持续的减债 106亿 那我想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减债的部分 在未来稳定财源的这个部分 也跟我们议会大家共同合作 希望说能够保持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 以及有很多的 不管是公共服务公共建设 那大家有大量需求的时候 也能够维持我们财政的平衡 那另外一方面在居住正义 社会住宅的目标 我们也从原来的 我上任的时候的目标是1.2万户 提高到1.5万户 我们跟中央合作 在109年上任之后 已经增加了12399户 那以八包的金额 在去年的年底结束的时候 是8698户 那凯旋轻述245户 总共有3945件申请 预计在4月完成审核 6月完成进驻的目标 陈其迈再次感谢议会合作 不分党派 共同让高雄更好 他表示 假如在城市发展 地方建设 或市府有所疏失 以最谦虚的态度 面对议会监督与市民期待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